同学大家好 刚刚收到一个题目是要解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它是在讲什么呢 它在讲距离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它问的是距离 我们在国中的提醒里面 有几种题目是在讲距离的 我们说点到线的距离是多少 通常我们是在讲这个点做一个垂直线 这个叫做距离 点到线的距离 那还有一种题型是在国一的竖线上面在讲距离 我们通常讲那个距离是在做减法 好比说这里有一个A点 这里有一个B点 那么AB两点的距离是多少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通常我们是用B减A 就会是它的距离 好比说这个地方是5 这个地方是2 5跟2的距离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会用5减2 当然就会等于3 那我们在这题里面看到的这个题目是说 你不知道说这个A跟B它的正负关系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说B到原点的距离会大于A到原点的距离 我们题目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A B A加B A减B 这是题目 这个A点 这代表A点 这个呢代表B点 这里代表C点 这里代表珠点 题目1A的部分 A到B的距离怎么写 线段AB 线段AB的距离 刚刚茉莉主任有跟你说要用减法 AB是两个 谁减谁没有关系 我们说A减B 但是你加上一个绝对值 它就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好比说 这里是1 这里是-2 1跟-2的距离是多少 你可以-2-1加绝对值 它的距离就是3 这样有没有稍微有点感觉 AB的距离 我们可以说用 A减B加一个绝对值 题目A的部分是 C到珠的距离 C到珠的距离 我们就写 C珠线段 C珠线段 C跟珠是这里 C珠是 来画一个绝对值 A加B 减掉 A减B 绝对值 绝对值 去掉花虎之后 A减A A消掉 B加B 所以绝对值里面是2B 这是A的部分 A的部分我们就看到说 A减B的绝对值跟2B的绝对值是不相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B的部分 B的部分它是说 AC的距离跟B珠的距离来做比较 AC的距离是AC AC的距离是A减掉A加B 所以 A减A 里面呢是负B B珠 B珠 B减掉 A减 B 会变成B加珠 两个B减A 那么AC跟B珠也不相等 所以C的部分也不对 A的部分也不对 A不对 B不对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C的部分 地方有点不够 我们把它擦掉 这里不能擦掉 从来不行 然后把这里擦掉 A跟B都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C的部分 C的部分是 BC的距离 跟B到原点的距离 BC的距离是 BC B减掉 A加B 绝对词 B减A减B B会消掉 所以会变成A的绝对值 所以会变成A的绝对值 然后B呢是B的绝对值 A跟B不相等 所以呢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这个也不对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看一下珠的部分 A到B的距离 就是AB线段 还有珠到原点的距离 还有珠到原点的距离 AB的距离呢 就是A-B 珠呢 珠是这个 珠是A-B 所以我们看到A-B 珠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两个相等 因此我们的答案是珠 同学下回你记得啊 如果说我们提到距离的话 在第一侧的部分 讲到竖线的时候 你如果说是看到距离的话 那么你就用减法 再举例一下好了 意思是说 如果说这里是5 这里是8 那么8到5的距离是多少呢 那你就知道说是8-5 会等于3 你也可以写成5-8的绝对值 也会等于3 倘若说 这里有一个-1 -1到5的距离是多少呢 你是不是也是用5-掉-1 它的距离呢 就会16 或者是说 你用-1-5 带绝对值 那么也会16 这样有没有懂了 好 拜拜 这一题结束